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現在是哪裡不舒服 墨學是這邊 腳踝這邊不舒服 是 是 這樣多久了 已經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歷史悠久 這是因為墨學在服兵役的時候 在訓練當中摔倒 爬山的時候摔倒 整塊就轉得像一個包這樣子 這二十年來有沒有處理過 有處理過 不過都是在飲食上 都在這邊處理而已 都在腳踝附近 是 現在走路會痛嗎 現在 走路是有時候有點痠痠 動到它痛的部位 它就會刺刺的 只要一摸它就會刺刺 它平常不會 是嗎 平常會很痠 平常二十四小時嗎 不是二十四小時 是有時候天氣比較涼的時候 會感覺有點痠 是 這樣容易治療嗎 容易 應該大家越來越有信心 好 那我們就來處理給大家看 請問你是哪一腳在痛 是這隻腳 右腳 脊椎我們處理都是兩側要處理 那四肢以下的 也就是從臀部以下的 一定是做同側 所以一定要問清楚是哪一腳在痛 不要 右腳揉到左側去 那可能還要揉兩次 那現在它跟我們敘述的是 這一腳 這裡在痛 對吧 好 那我們就揉這個臀部這裡 好 我就做到對側來 這一點疼嗎 不疼 這一點不疼 好 這裡疼嗎 有一點疼 這裡有一點疼 好 那這裡呢 這裡有一點疼 有一點 這裡呢 這裡呢 這裡疼 這裡疼 這裡會痛 會會痛 上面剛才比較痛 這裡更痛是嗎 對 那這一點也痛 這個非常痛 這裡非常痛 這裡非常痛 這裡上面這一點呢 痛 也是痛 所以等於是從這一點開始痛了 是 好 這樣還能忍受嗎 還能 臀部是最痛的 也是最敏感 因為臀部肉多 那筋在深層 要按到裡面深層的筋 那個力量就要滲透進去 那肌肉就會痛 好 好 那我再幫你舒緩一下 好 謝謝 這樣舒緩你會不會很痛 不會 這樣就比較不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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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你 謝謝張醫師 謝謝 謝謝